米格21,开冲当时最先进的二代战机,美欧国家一直是其为最大空中威胁。 所以,当雷德法驾驶米格21飞敌以色列后,以色列军方设计对这架战机展开全面评估,并得到了一本详细的数据报告。 也正是这些数据,帮助以色列空军,在1967年至1973年,阿拉伯以色列战盯中,取得了压倒新胜利。 伊拉克米格21战机,1968年1月,美国从以色列手里借到了这架米格战机,将其重新命名为YF-110,并编入美军蓝军部队,与美国空军展开对抗性训练。 这对美国了解其老对手苏联可谓是帮助极大,因为雷德法带来的不仅是飞机,还有几乎与苏联空军完全一致的训练手则和战术手册。 至于雷德法叛变的原因,以色列官方给出的解释是,身为亚述基督徒的雷德法,在伊拉克受到了严重的歧视,不仅没有得到噤声,而且被偏远地区服役。 为此,以色列向他承诺,只要他能将米格21代代以色列,便会奖励其100万美元,并给予他以色列公民身份和全职工作,同时答应将他的家人从伊拉克偷渡出来。 美国空军中的米格21战机,但是是真的如此吗? 伊拉克空军情报局前官员,退役准舰艾哈迈德法迪克,和埃及历史学家努尔巴尔拜,也许并不认同。 众所周知,摩萨德长期以来,一直试图策把阿拉伯国家飞行原判逃。 其中,以色列线人让利兰托马斯成功曾接触到埃及空军的一名上尉,运以10万美元为筹码,让他把以加米格时期,空运到以色列。 但最后,他们却被这名埃及上尉交给了当局。 1962年12月,托马斯和伍尼助手一起被捕,并被判处死刑。 摩萨德的首次尝试已失败告终。 两年后,摩萨德又开始策返另一名埃及飞行员,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。 埃及飞行员穆罕默德·阿巴斯赫尔米三位,在遇上司发生病之后,驾驶一架米格教练机叛逃。 但不幸的是几个月后,他在南美洲被暗杀。 以色列摩萨德旗帜,由于在埃及的行动大多无果而终,摩萨德开始将目光转移到其他地方。 就在他们苦苦寻找机会的时候,终于从伊拉克传来好消息。 一名犹太商人告诉摩萨德,15名伊拉克空军军官将前往美国,并参加在轮道夫空军基地的飞行员培训。 一群伊拉克米格飞行员,为什么会在美国接受训练呢? 要知道,伊拉克并不总是站在苏联一边。 1958年前,伊拉克曾和英国交往胜利。 但卡西姆发动事变后,伊拉克开始与苏联拉近关系,并开始从苏联大量购入军费,成为第一个购买米格-19、米格-21和屠夫16轰炸机的阿拉伯国家。 雷德法叛逃至以色列驾驶的米格-21战机,1963年2月8日,卡西姆的统治生涯结束后,新的接班。 人并没有研习其亲苏政策,而是选择恢复与英国和美国的友好关系,不仅驱逐了苏联顾问,还逮捕了很多忠于卡西姆的官员。 他们对伊拉克军队进行了重组,证明雷德法为十一中队指挥官的副手。 当时,伊拉克军方对其军官的来源并不关心,军官的忠诚才是最被看重的。 所以,不管雷德法是不是基督徒都不重要。 事实上,伊拉克空军对他很器重,雷德法不仅被派往美国授讯,还在1966年7月,被晋升为十一中队的指挥官。 但是问题也正出在这次美国培训上,伊拉克军官们,早已被摩洒德的女特工给盯上了。 其中自称扎伊纳布的简波伦,于1965年3月,开始接近中尉哈米德达赫,但这位伊拉克军官,拒绝了他的提议。 以色列特工大发雷霆,威胁哈米德达赫三天内,必须离开美国。 但显然他并没有将威胁放在心上,结果在1965年6月15日晚,达赫在一家酒吧中被抢杀。 以色列摩洒的女间谍事件发生后,伊拉克空军决定,撤回其在美国受训的军官。 然而,上位沙克尔马哈玛德尤素夫,上位穆罕默德拉格尔布,和雷德法三人返回伊拉克时,身后还跟着魅力十足的情人们。 尤素夫的女友,在他返回伊拉克几天后就到了巴格达。 当其提出,要尤素夫驾驶尼格战机喷逃以色列并被拒绝后,拍摄了他们每一次会。 面试屏的伊斯拉泽尔卡走进房间,开墙打死了这位伊拉克军官。 拉格罗布,也知必由素夫活得久了一点。 他被杀不是因为他拒绝叛变,而是因为,他要的太多足足一百万美元。 1966年2月11日,他在去往德国的旅程中,被两名魔法的特工抓住,并被从高速列车上扔下。 雷德法的女友也跟到了伊拉克。 除了他的名字伊莎·布拉特,人们对他置之甚少。 在到达后的几天,布拉特安排了一次会面,并让雷德法做出选择,金钱还是子弹。 以色列获得的米格21战绩雷德法最终选择了金钱。 在他的17个家人安全逃离伊拉克3000后,他在一次旅行训练中,驾驶米格21从巴格尔西部的坦姆木兹空军基地起飞,然后经约弹飞往了以色列。 毫无疑问,雷德法向以色列提供了重要情报,但其叛变行为,对美国的帮助显然并没有那么大。 因为自1963年底,伊拉克与伊美修复坏桥关系后,美国空军不仅获得了在伊拉克是非米格战机的机会,而且还得到了所有相关技术和培训文件。 这就是美国空军能够早在1965年,就获得米格21战术手册的原因。 收藏在以色列空军博物馆的米格21战机伊拉克军方自然也知道这一点,所以,他们对雷德法叛逃事件,出力地极其低调。 其官方调查结论称,雷德法只是摩萨德策板。 名单上的第四号人物,凡是被列入名单的伊拉克飞行员,摩萨德都会一个接一个的进行敲诈和暗杀,直到策板成功为止。 正因如此,雷德法的上级获。